我太难了 一秒八刀刀刀破万 一秒八刀不八刀的我不知道 但是你这个伤害也没破万的 这就是S30赛季 韩国最强的出刀和命丸 一刀破公牛 七级就开始一刀破公牛了 七千多的伤害 我看你是吹牛吧 有别于其他的流派 这一套出刀韩国一个普通国际 就能打出六七千的暴击伤害 不信说破大片我也不能相信 一刀六七千的伤害 你怎么不把水晶给直接干爆了呢 不论对面来了什么人 来了多少人 韩国都能够一刀解决 系统让你点击恢复技能呢 你怎么不点呢 我就问你们这样的反骨 你们学还是不学 要是真是这样的话 我肯定学 但是 我怎么就总是感觉你在吹牛逼呢 下面我也不废话 明文和出桌先给你们 像我这样直接给明文和出桌的 博主已经不多了 建议你们赶紧收藏加关注 像我这样直接拿幸运分给你们测试的博主 也是不多了 你们赶紧双击加关注啊 好了 兄弟们废话不多说 虽说吧 我感觉前面的视频有可能是假的 但是我就是看了这个视频 耐不住心里面的那个痒痒啊 决定还是给你们试一试这套出桌和命文 万一它是真正的 这边我已经来到了线上 清理对面的野怪 这边的蓝buff我已经给它吃了 吃完蓝buff我就想着 现在下路的大狼狗正在等着我呢 于是我就去了 迎面我就碰见了他俩呀 我果断劈了五道刀芒上去 解放了我的双手 先弄死辅助 再弄死射手 一套下来 行云流传 扎砰一下我们就二连击破了 你说这暴击流有点意思呀 这伤害很高啊 我放个蓝buff我也不能放过 但是我请着请着 对面的射手也许是对我恨之入骨 想报仇了 他们两个就来打劫我了 我二话没说 一下子就跳了上去 对着射手啪啪几个巴掌 先把他给赶了 后面我又看到了上路 也不是不能进 进去直接把他给赶了 又一个二连击破 简单的 你说我放的射手啪 放在周路的塔 他就是不推 非得等着我来推 推完了 我又遇见了大狼狗 果断跑了上去 啪啪几巴掌 锋芒毕露 听完周路的兵线 我此时想跑了 但是 调查的男人他来了 小环环更是对着我 开启了大招 我二话没说 五道刀芒劈回去 先把他弄死 再卡死里面 哎呀不知道调查看了 会不会伤心 现在的我已经三连绝胜了 我看见小路回来了 于是想回答一波 没想到我的人头 没了 玩了 自杀没了 我的自杀没了之后 我就对对面的人员起了点力 开始埋伏射手了 看见他先怼上去 两刀先把捕住他俩给赶了 对面的小环环愣是没赶出来 他们不赶出来 我们就去找他 去到上路 又看见雕茶的男人 先一巴掌 别让他普攻 随后跑进塔 把他弄出来 弄成166斤 后面这个点尾 你来都来了 你还想跑呢 怎么可能呢 又一个二连继坡 加上二连继坡 等我再一次回到中路的时候 我看见了一个残血的疯 果断一个上去暴击 现在我们已经神装了 这个野怪什么的 分分钟 我又回到了中路 看见杨宇环 两拳都把他KO 后面的选手 我就问你害怕不害怕 害怕也没用啊 你们两个都死了 这边我一位四 四连超烦了 这比赛不就完了吗 只剩下一个貂蝉的男人 他来了 你看我干不干你就完了 直接上去 两千的暴击 教他做人 完了 我啥又没了 气得我直接怼进 对面的防御塔的里面 对着防御塔 我连人我都看不见 一套组合拳下去 水晶Q 下面我就来总结一下 这套出桌和命纹 暴击几率是真的高 暴击伤害也是真的高 不信你们也试试去吧